一個問題,for i 等於1,就是初始值 不是,j 等於1,然後j 如果是小於等於100,j++ 請問,共執行了幾次? 答案應該可以理解吧,因為我發現 這個回圈說真的,對初學者來說應該是障礙會比較多一點點 其實for意思就是說,他裡面的執行是,會先執行第一次初始值一定是1 然後他大瓜湖裡面,換下一個,j就變成2,因為這邊有j++ 再換下一個,j就變成3,判斷一下,是不是小於等於100 4的話就繼續進到這個程式裡面,不是就整個就跳了 所以他進來一次,兩次,一直到什麼? 當他等於100的時候,j等於100的時候,會不會進去? 會啊,因為他等於有沒有,關鍵在這裡 所以他會一直到100,100還是會進來 所以總共是執行幾次?100次嘛,對不對? OK,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因為是加加 他不是加等於2,如果加等於2的話呢,所以這邊答案是100次 OK,然後再來的話,j如果等於1,j小於100 其實跟這個差別沒有等號,所以幾次?99嘛,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關鍵在這裡,那到底你要,比如說你要100次的話 你可以變成,這邊小於101,他就會是100次 至於哪一種寫法比較OK,反正看得懂習慣就好了 沒有人家規定一定要怎麼寫,比較OK的 好,然後呢,這個執行幾次? 等於1嘛,這個加等於2,有沒有? 所以13579,有沒有?一直到99,就跳離了,所以幾次呢? 就50次嘛,對不對?有沒有?1到99啊 OK,所以剛剛的問題嘛,對不對? 50次,對不對?應該可以理解啦 如果這一關你可以過的話,後面就海闊天空了 這一關如果過不了的話,其實說真的,你以後會非常痛苦 因為很多人就是對回圈真的概念不OK的話 他根本不知道程式怎麼跑出來的 對,他好像就是兜出來的 兜出一個結果,那不可行啦,一定是徹底了解 OK,好,那再來的話呢 for i 等於2哦 OK,初始值是2,那什麼時候呢? 會小於等於128 然後呢,這個立法對位是乘等於哦 不是加等於,也不是加加哦 是乘哦,乘的話就是2乘以2,自己乘自己 那乘幾次之後才會128呢? 對,就是因為是128等於2的七次方嘛 所以是乘的七次,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2,4,8,16,32,64,128,7次 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有這些敘述的方法 加加,加等於2,乘等於2 那有沒有減減? 也有減減哦 減減是倒過來 所以呢,如果你現在看到減減的話 你這邊就初始值等於100 OK,然後呢,等於小於 當他小於等於1,剛好顛倒一下 這個可能方向要改,這邊小於變大於 OK,這樣就可以減減 減減是越來越少 然後也可以什麼? 減等於2啦,反正也可以越少 也可以除等於2啦,反正都可以變 大概就是這樣來變來變去 在裡面做一些 不過基本上,加加用到的機率是最高的啦 其他的話,我想可能就點綴式的 那再來就是潮狀的 也就是在4迴圈裡面還有4迴圈 4迴圈裡面還有4迴圈 可以有幾層呢? 其實啊,你要幾層就幾層 可是沒有人寫非常多層 因為太難理解了 大概2層就已經很複雜 那這2層能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關係啦 當然也許回去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如果我想要做出一個 99層發表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是潮狀回圈的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啦 一個i、一個j、輸出 中間串接一個什麼 一個乘號 當然這個乘號你也可以改成x啦 比如說你要用x來代替也可以 然後把它乘起來 最後加一個table table鍵 然後最後換行 所以換行的部分一定是println 因為這個地方換行 然後換1、2、一直到9 99層發表 那回去可以想想看 這個是潮狀回圈 所以如果這一題你可以很簡單的做完 那恭喜你 你應該沒有問題了 再來的話 下個禮拜還會再提到x回圈 這個也可以改成x回圈 也可以改成x回圈 結果都一樣 ok 那當然還有什麼呢? 後面還有那個列印出那個什麼 那個心狀的 所以回去的話 這邊都有啦 這樣一個三角形 用x回圈 他也可以倒三角形 也可以正三角形 也可以盾三角形 反正你隨便 反正你這些很多變化 那網路上題目太多了 那你如果這些 不是用複製貼上 而是自己想出來的 那恭喜你 你真的x回圈沒有問題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部分 把畫面還給作為一下 那今天的那個 我想我們上課內容 在雲端白板裡面全部都有 都有畫面 另外有些細節 假如我有些動作做得比較快 如果你有些細節來不及聽懂 那就自己再看影片 然後再自己倒帶 反正暫停做一遍 不行倒帶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這樣的流程 ok 那今天先到這裡齁